人生,是单向平行的轨道,还是交织碰撞的旷野? 如果真的给你一片荒原,你会如何使用它? 是用热血沸腾,全世自民不凡的生命火焰, 在恶劣的天气下开垦孤独的新家园? 还是蜷缩于,贫瘠人性的褶皱里苟活, 食尽人心最后一丝光亮,成为这片荒芜土壤之下的, 一缕永无翻身之日的亡魂? 17世纪中叶,日德兰的野生荒地成为了丹麦国王眼中的原始蛋糕, 他一厢情愿地认为,荒原应当被征服, 传播文明的同时还能增加王室税收, 可国王的痴人说梦,换来的却是一片寂寂无声, 没有白痴会放弃惬意的生活, 前去挑战自然的狂虐,土壤的贫瘠,以及土匪的侵袭, 但是从贫民窟出来的退伍军人卡伦, 却铁着头勇闯皇家利益商会, 带着仅有的勋章去申请日德兰荒地的建造许可。 面对不屑一顾的老油条们, 卡伦丝毫不甘示弱。 卡伦出言不逊地坦承, 揭开了这个国家的遮羞部, 并提出要与国王本人会面。 看着这第二个白日梦想家, 老油条们故作深沉, 内心却早已嘲笑不已。 单枪匹马的就来挑战前人的经验教训, 简直就是异想天开。 我们不能往荒地里砸钱, 尤其是对着着装可笑、 刚毙自用的士兵赶他出去。 孙岩被轻蔑践踏的卡伦, 却压制住内心的火焰, 冷静地说不要一分钱, 我会用退伍费开垦荒地。 卡伦可不是一个穷大方的短智鬼, 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条件, 在试成之后, 用贵族头衔和相应的地产, 以及仆人做补偿。 但卡伦的老底早已被扒得一清二楚, 从原定到上尉的身份巨变, 已经是上帝保佑。 如今想要跨阶层, 到底是人心不足, 蛇吞象罢了。 各有算盘的大臣们, 倒也乐意用这个苦工, 去应付国王的穷差事。 得到许可后, 卡伦来到凄凉的蛮荒之地, 一个人查看土壤, 既要忍受狂风暴雨, 还要抵抗烈日暴晒。 夜半阑珊又被求救生惊醒, 只见一个小女孩走来, 想到讨要一点施舍, 但随即就被一名壮汉从身后扑倒。 卡伦二话没说, 爆头一枪, 结束了这场乱斗。 次日, 嗅吻着残留生命力的土壤, 卡伦终于开始了他的计划。 找到当地的治安官, 谈妥剑法的买卖后, 一旁的神父, 仿佛看到了上帝的圣光, 正照耀着荒原。 他欣喜不已地, 想要为上帝贡献一分力, 为卡伦引荐的一对在逃的农历夫妇, 作为他的左膀右笔。 而强壮的约翰与金明的巴巴拉, 也因此找到了归宿, 并逃离凶狠的庄园主。 但是庄园主辛尔克得知, 卡伦在荒原上建了房屋, 还命名为国王之家。 他惊诧, 还有不要命的人, 继续来吞占他的地盘。 但为了保险起见, 还是派人去查查卡伦的底细。 卡伦的日子并不好过, 总是被土匪惊扰得分身乏术, 尤其是迷信的当地人认为, 抓吉普赛黑鬼会被诅咒, 这让卡伦更加安自懊恼。 看着来人, 约翰夫妻双双陷入惊恐之中。 辛尔克派人造访, 邀请共进晚宴, 让卡伦被决荣幸。 对于这位当地的大人物, 卡伦自觉应该好好讨好一番。 起码来到辛尔克庄园, 卡伦被富力堂皇的建筑, 趁得寒酸不已。 一见面, 辛尔克就接了卡伦的脑底, 25年的时间让卡伦实现的身份的转变, 但对于贵族而言, 当上上尉不过是半年的把劲。 辛尔克妄图用强权和资本改变卡伦的荒谬, 但卡伦固执地纠正辛尔克的张狂, 一切未开垦的荒原都是国王的邻地, 而自己是受了国王的任命, 所以他无需顾忌这个顽固子弟的嚣张。 杀人出心, 辛尔克开始当着表妹埃德尔的面, 继续抖落卡伦的老底。 他的母亲是一个被伯爵肆意占有的雏娘, 而卡伦这个私生子不过是被甩出的鼻涕虫。 辛尔克妄想以此逼他认谦现实, 并拿出一张合同要求卡伦签署。 要想得到辛尔克庇护和帮助, 就必须默认辛尔克才是最终的利益获得者。 初次见面就与辛尔克撕破了脸, 但埃德尔对于卡伦的做法十分赞赏。 他希望在一个月后的丰收宴会上再次见到卡伦, 便从胸前掏出手帕踢到卡伦手里, 到时候你就不会忘了我了。 卡伦的心有些暗潮涌动的混乱, 埃德尔的邀请与先发制人, 让卡伦这个情长小白有些招架不住。 回到家, 卡伦发现已经没有人干活了, 这无疑是辛尔克在搞鬼。 在荒原中, 没有人敢违抗辛尔克, 就连法律也不过是一纸空文。 眼下没有烧荒, 养老金也所剩无几, 但山穷水尽的卡伦早就布好了局。 夜晚, 一个身影来到国王之家, 是多次来访的小女贼穆斯, 但这一次很快就被卡伦捕获并成为了引路人。 天一亮, 卡伦就带着穆斯来到了土匪的聚集地。 卡伦主动说明了招聘的来意, 高傲的土匪却让他用勋章作为报酬之一。 被众人一番嘲笑之后, 卡伦的啃荒计划终于得以实行。 不过土匪的破坏力还是可圈可点的, 开荒的进程如火如荼。 风筹节到了, 卡伦尽可能地穿戴整齐, 去和众多大人物碰个面, 但不成想, 他的穷酸却被辛尔克狠狠地戏弄了一番。 不过埃德尔小姐反倒是对卡伦更加情有独钟, 甚至在无人之处向卡伦剖白心计。 卡伦回应了他的吻, 算作默许自己的心意。 但卡伦不知道, 辛尔克费尽心思为自己准备了大礼。 卡伦定睛一看, 被拖上来的人正是外出采满黏土的约翰。 为了惩罚约翰出逃, 辛尔克已经把他打得皮开肉绽。 这还不算完, 辛尔克又将约翰关进铁笼。 别担心, 水不像看起来那么热, 一时间, 在场的人皱着眉头哑雀无声, 只有约翰一声声地哀嚎至无声。 卡伦以神父不再顾及辛尔克的阻拦, 想要带走约翰的尸体。 约翰的尸体被带了回来, 同时也带回了吉普赛人的恐慌。 没有人敢继续为卡伦卖命, 最后只剩下无处可逃的巴巴拉。 伴着昏暗的烛火, 卡伦对巴巴拉讲起了母亲的不幸, 她的手中是要种在荒地上的土豆。 这些土豆就像苦心人的命运一般, 除了寒霜, 什么都无所畏惧。 就在此时, 他们有了新的盟友。 不愿继续流浪的穆斯回来的, 自此三人相依为命。 可是一起盗来的还有饥饿与寒冷。 巴巴拉提议吃一些土豆, 但遭到了卡伦的拒绝。 另一边, 得知卡伦要种土豆的辛尔克, 有些乱了阵脚。 一旦让卡伦成功, 自己就会失去 只手遮天的庄园主地位。 他不能和一个园丁并驾崎岖。 辛尔克驾着马车 在寒风暴雪中到访, 面女仆放下一桶干水。 我是带着陈毅来的 圣诞晚餐的圣菜, 有猪肉和蛋糕。 在饥饿面前, 巴巴拉放下的尊严, 他迅速将干水桶拎回房子里。 辛尔克又扔过来一兜钱, 劝告卡伦去别的地方开花。 这些钱足够他当一个国王了, 那我们就成交了。 在昏暗的灯光下, 疲惫的卡伦再次听见辛尔克的提醒, 要求他向利益商辉上报, 这一片土地永远属于辛尔克家族。 四人围坐在桌前, 贪婪地咀嚼着残根冷治。 卡伦突然开始暴走, 拎着一桶干水来到辛尔克的庄园, 这不是回敬, 这是挑战。 唯一的山羊被卡伦杀了, 他要给众人果腹。 虽然他的内心胶着又气愤, 虽然命运的不公, 他也早就体会过了, 但是这般不尽人意, 却是出乎意料。 巴巴拉欣赏卡伦的韧劲, 在他的庇护下, 他终于有了自己的归宿。 他愿意为卡伦献身, 就像车车中相濡以沫的鱼一般, 他们冷峻又感恩戴德地占有彼此。 春天终于来了, 三人和乐地在土壤上种下土豆, 可是天意让卡伦的美梦再一次被打破。 卡伦惊慌地掀开被子冲向土地, 寒霜来了, 上帝在和他争抢土豆, 争抢希望。 一场冰雹的光临, 让卡伦跪在地上放声哀嚎。 但天无绝人之路, 莫斯欢快地叫着仔细搜寻幼苗的卡伦, 他发现了一株幸存的土豆芽苗, 众人的喜悦, 不断地浇灌着这颗荒芜之上的新宠儿。 将土豆寄回利益商会的卡伦得到的国王的赏赐, 他被任命为皇家勘测员, 也终于感受到了风生水起的韵味。 第一批殖民的到来, 让国王之家兴旺起来, 但是辛尔克怎会眼睁睁看着卡伦爬上贵族阶层? 国王之家与殖民者被狼群袭击了, 人畜伤亡让卡伦十分懊恼, 但埃德尔骑马来报信, 凶手并非狼群而是另有奇人。 众人纷纷指责, 厄运是吉普赛黑鬼穆斯带来的, 只要送走穆斯, 他们才会继续跟随卡伦暗杀施暴者。 面对痛苦的巴巴拉, 卡伦还是将穆斯送到了安全的地方。 此刻, 他要压制住布驰, 他要开启保卫战。 凭借着矫健的伸手, 卡伦解决了藏匿的偷袭者, 但他忽略了辛尔克的狗腿兹普莱勒斯。 而卡伦杀害一名军官, 也被辛尔克当成反击的把柄。 一场完美的团灭行动结束后, 卡伦回到了国王之家。 对于神父的质疑, 卡伦不在身边, 因为他无法遮掩自己送走穆斯的绝情。 与此同时, 卡伦看见了巴巴拉留下的信, 不会回来。 一瞬间, 卡伦再次成为了孤家寡人。 当法律一旦被利益所吞噬, 就连利益商会都准备放弃卡伦。 占据上风的辛尔克, 命狗腿兹带着法律文书前去制裁卡伦。 不仅遣散的所有的殖民者, 就连为卡伦身边的神父也招来杀身之祸。 看着倒地不起的神父, 卡伦才意识到自己的一意孤行, 让他又失去的一位挚友。 得知辛尔克, 接管了国王之家的巴巴拉, 扮成了女仆, 并在阿尔德尔的帮助下, 成功让辛尔克喝下了毒酒。 接着又被巴巴拉狠狠地捕了一刀, 突然一阵敲门声让辛尔克死灰复燃, 但是巴巴拉还是一刀阉割了他荒淫的源头。 在辛尔克一声声嚎叫下, 卡伦眼睁睁地看着浑身是血的巴巴拉被警卫带走了。 随后, 解决完一切事宜的帮多, 贝埃地警告卡伦, 他可以保留国王之家, 而巴巴拉再也回不来了。 他将在暗无天日的监狱度过余生。 卡伦开始了自己的救赎之路, 他带回了穆斯并与之相依为命。 多年以后, 一群吉普赛人的到来打破了宁静, 他们带来了改变与欢笑。 终于, 卡伦拨开了乌云, 亲见了天日, 但是噩嚎也接踵而至。 所短巴巴拉刑期的申请再次被拒, 同时还被告知, 阿尔堡的女球将被送到奴隶监狱, 那里是死亡的代名词。 直到看着穆斯与爱人远走高飞, 卡伦浑浊的头脑才开始清醒, 那即将到来的四百执迷与男爵称号, 再也无法将他拴在这片荒原之上。 他骑上骏马, 截了球车, 带上巴拉拉, 去了他朝思暮想的海边。 人生有时, 不过是一期一会的事, 在千难万险中将自己打磨成一块通透的美欲后, 却发现, 坐山谷中的玩石反倒自在。 命运复杂又混乱, 不如用简单与纯粹兵来降导, 在欲望与现实的交织冲突下, 莫不如家喻自己, 洞察自己, 与自己的灵魂终极和解。